你比如说在我们很多女性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她们往往是压抑了个人的某种梦想 然后为了试图去满足家长的或者社会对她们的一些期待 其实我觉得恰恰在这个时候做自己 记忆非常的现实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了不起 就是在人云亦云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主张 然后能够有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内心 去承载这个世界的各种挑战 三件事情 这段关系应该是要做到的 第一它是一段独立的关系 第二它是一段平等的关系 第三它是一段自主的关系 我们想要一段关系可持续地发展 吸引开放比控制封闭更合适 两个人紧紧地绑在一起 关系中必要的吸引力会枯萎 人们不再努力去建设自己 也不再对探索伴侣充满兴趣 一览无余的独占之后呢 反而更空虚 其实承认这件事情呢 可能会让关系轻松一点 为什么要强迫自己 去追随一些完全不属于你的节奏呢 人世间其实有些人 你只是吃了脚追 你长上翅膀也追不上 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不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走一走 我的人生态度很简单 如果看过《启发书》第四季的人 应该知道我讲过这句话 你来我也很高兴 我有爱情我会非常高兴 我没有爱情我也很高兴 我一个人也会非常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才是正确的女性的人生观 不要让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依赖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只能从你自己 自发地产生着快乐和愉悦的种子 这是非常重要 还有我很不喜欢听到一句话就是 女人应该优雅地老去 我为什么要优雅地老去 我就不喜欢优雅和幼性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茫茫人海中去了解别人 看别人的脸色 做人寻找对别人的一种了解 最忘记的事情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了解 你要什么 你喜欢什么 你是谁 不要害怕别人说你自私 自私是一个非常坏的词语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如果你对自己的不了解 才是无知当中最高的一个境界 这是最最可怕的 是吧 了解了别人 了解了自己 才能了解所有的人 怀孕 生孩子 不仅仅是给我增加了一份责任 还增加了不少脂肪 那段时间我苦练修图技术 以求瘦得比较自然 我还见识到了地心引力的强大 从脸部肌肉开始 身上该下垂不该下垂的地方都下垂了 被改变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 还有智商 俗话说一运傻三年 我曾站在小区楼下的门径前 非常认真地一遍遍输入我的银行卡密码 广播想了起来 一遍一遍反复地播 北京市政府提醒您 今天空气重度污染 红色预警 请你做好自我的防护 每播一遍 我就感觉像一个铁锤一样 砸在我的胸口上 非常的痛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我周围所有的同胞里头 十个人大概也不超过三个人戴了口罩 大家很麻木 大家不太关注说 空气能够影响我多大的健康 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 PM2.5超过50的时候 在北京应该算大情天了 人人戴口罩 他们的这种自我防护意识 是非常非常高的 甚至大家觉得戴口罩是一种理 和鉴定一个口罩 是好的 很简单 把它放到冰箱里 我就是这样检测出来的 我把很多工业口罩都通通扔到冰箱里 放到冷冻那一层 当达到零度以下的时候 拿出来戴到脸上 非常憋气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口罩的设计 都是戴呼吸法 或者是这种过滤层的 尤其是呼吸法 基本上工业口罩呼吸法 一定是很简陋的材料 塑料 那么在零度以下的时候 塑料就会变硬 你的呼吸一定会非常不顺畅 这是个很简而易见的道理 而我们生活在北方 中国的北方 马上迎来冬季 零度以下的空气的 这种环境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觉得 我他的口罩为什么会这么憋气 会这么的不舒服 是因为他们的材质和设计 有这个雅典的大瘟疫 有欧洲的黑死病 还有呢 是这个西班牙大流感 还有爱博拉病毒 还有SARS这些 那么在这些病毒里面呢 可能引起大家关注的 会是这个特别重要的是 这个黑死病 从14世纪开始 一直延续了三个世纪 夺去了大概2500万人的生命 那它的起因可能是因为 在这个老鼠的身上 皮毛毛发里带了一种枣身上的病毒 所以这个鼠疫啊 引发的这种病毒式的传染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 其实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 这个叫西班牙大流感 是在1918年到1919年 那这场大流感呢 它其实影响到了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个时候世界只有10亿人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受到了感染 那其中呢 有5000万人上升 那这一项疫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特别考验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的 从中央到地方 小到一个小区 再到一个家庭 那么我想问的是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外 国外会封闭一个城市吗 我也看到有一位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国通 他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久 他在疫情之后呢 他发了一篇 发了一个视频 他就说 他看到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执行力上 还是非常强的 他说封城就真的封了 这个小区进进出出的人员都已经进行了限制 我们每一个人要测量体温 还要有出路症 他说这个事情在海外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中国做的 永远不要太悲观 悲观是因为你没看明白 太乐观 你也没看明白 真看明白 没有悲观和乐观之分 风轻扬的思想 无招甚有招 练好自己 踏踏实实的 把每个过程做了好一点而已 是对的 你相信好了 我的预测就是说 在人类的历史上 人类从来没有 在任何一种病毒细菌前面失败过 我们最终是能够胜利 无非是胜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所以你现在已经看到自己的脚步声 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现在很多女性把自己找不到对象 或者是说 情爱的坎坷 归绝于自己特别优秀 我对于这件事情 非常的不能理解 我觉得如果你优秀一定会有人爱你 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我觉得真正的优秀是一种 你对于别人和自我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包括是性别之间 而且就是我特别反对 我也屡次提到 我不喜欢现代女性身上的翻身感 我觉得优秀是每个人共同的追求 是不分性别的 不是说我一个女人优秀 我就觉得 我怎么这么优秀了 我比男性跟优秀 优秀程度一样的 但是只能说你对你自己的要求 是你其实还是在这个男权的这个思维里面 你觉得你不应该最优秀 所以你觉得 我翻身了 爱情就是找麻烦 不能以省麻烦的思维去谈恋爱 因为那你一个人担着好了呀 最不麻烦 你应该想干啥干啥 充分自由 对不对 爱情就是 你知道这个人充满缺点 你也知道这个人 对你的生活会造成很多的影响 但是你就是想跟他在一块 协同办公 或者远程办公 或者在线沟通的过程中 我们缺乏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 真正意义上 我们缺乏的不是沟通工具 我们并不缺乏 一个有效的发表意见 和发表声音的途径 但是要把一个事情决定 有效的辞性下去 或者说最终要达成一次的意见 它的核心是要明确规则 和明确运作达成 华为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 管理体系的力量 和管理体系 流程体系的重要性 任总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华为公司最宝贵的是 如生命的管理体系 是以规则和制度的确定性 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争取大数据流量时代的胜利 任总还说过 我留给华为公司的财富 只有两样 一样是我们的管理体系 流程与IT支撑的架构 第二是对人的管理和激励机制 这里面其实说到了两点 第一点是怎么样用流程 串起我们的管理体系 第二点是怎么样有效的 对人进行激励 来激发我们团队的动机 和工作的动力 这也符合我们人性 你的粉丝们就经常会觉得 你是一个很完美的偶像 就是不要忍设吧 我希望你们还是看到我的时候 是角色里 是戏里面的角色 追星只是聊天 吃瓜子的时候的谈资 不足以成为你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 追星要谨慎和理智 对对对对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花在自己喜欢的人和事情上 花在家里人身上 或者是多花一些精力 在你热爱的事情上面 对 我们2020年初呢 整个新冠肺炎的 疫情的情况下 大量的公司 我们众多的公司 在一夜之间 被迫地 采用了远程办公的一个方式 几乎我们是全员远程办公 这个模式呢 真的是极大的改变了 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 我们也看了一下 一些典型的在线办公平台 这几天的一些统计的数据 阿里 阿里旗下的办公平台 丁丁整个的数据证明 在2月3号 就是截后的第一个办公日 全国就有3000万的企业 近两亿人 开启了在线办公的模式 大家通过企业微信 丁丁开启 2020年首一个视频的成会 甚至呢 一度让我们的 你天生的就拥有年轻最大的魅力 却用修徒把它修成了 另外的一个人 将来你会后悔的 因为修徒之后的效果 总是相似的 青春却不会再复制 我们现在正在用 没法复制的青春 复制成一样的修徒 我真觉得可惜 想起我 好早大概五六年前 在大城市打工的时候 我经常两三天没钱吃饭 然后我也自己走着去上班 我说你看我也过来了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拥有的这一切 那我那一秒钟就在想 那我还值得感激这个暴击吗 经过暴击后的 我自己确实变得没有那么可爱了 就是我变得不会撒娇了 我没有那么柔和 然后我不会像其他女孩子一样 跟妈妈说很贴己的话 然后我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都非常强硬 我攻击性超级强 我变成一个 我自己不太喜欢的人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调整不了 而且我确实变得非常敏感 我觉得我的分寸感变得 我在意每一个人的感受 我会观察现在在场 每一个人的反应 这个好吗 我觉得可能我获得了很多 但我觉得未必真的有那么好玩 赚钱肯定是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其实恰恰相反 你一定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 做到极致 做到不可替代 最后赚到了钱 比方说你说我喜欢打游戏 没关系 你要打到电竞水平 也能赚到钱 比方说你说你喜欢看韩剧 你要看到编剧水平 你也能赚到钱 你知道这些年我最怕 就是一个小孩 走到你面前来跟你讲 说我能吃苦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扯的一句话 就是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因为这个时代变了 有时候你吃得的苦中苦 它不一定成为人上人 只有热爱才会让你成为人上人 谢谢大家